老師好 我們想跟各位再報告新制圖 其實真的很不錯 這個是從維基百科複製下來 我一個字沒有改 我想跟各位看一下 一般我們教科書就像這樣 課文就像這樣 通常看完以後 接下來要請學生去報告 或是寫做成簡報 做成簡報報告 其實第一件事情 學生要把這個資料看過 看過有些 比較高級的孩子 或是像我以前也是一樣 老師要背課文好累 叫一個孩子 一個支持中等的孩子 把這個全部把它背下來 以前我記得我在小時候的時候 老師叫我們背課文 考完課文 背課文是最累 怎麼背起來那麼多 是 以前老師也沒有什麼讀書教學方法 沒有 就是努力啊 努力啊 你就努力啊 有些孩子可能晚上背一兩個時間 背不起來 我就想對螢火蟲我了解 可是他這樣一直看 看完越看越多 這個資料量對一般來講 負荷太重 你是應該把它看過 看過完其實應該蟲是什麼 要整理筆記 整理筆記 我給各位看一下第一個版本 用新制度做整理 我們來看一下喔 銀科 螢火蟲 全世界有200多種 口稱螢火蟲 金箍啦 克家也叫火焰蟲 那螢火蟲裡面呢 很多 不是都可以發光喔 通常只要有發光的 發光的器官的甲蟲就稱為螢火蟲 這裡加加肉肉等 然後呢 螢火蟲是屬於肉食性 最常吃到肉 這個叫一般的孩子去背一點困難 如果新制度整理完的話 會長怎樣 來 我們先看第一版 你剛剛看到這個 第一個簡介 這是我用新制度整理過 就變這樣 學生看完他可能就覺得開心很多囉 你看 資資架構就變這樣 來 我剛剛念了半天 我們再對一下喔 口語 螢火 閩南語叫做灰金箍 克家語叫火焰蟲 閩東語叫藍尾星 那特徵 螢火蟲這裡 那主食是這個 那這個就是從 我們螢火蟲 這維基百科 第一個整理出來的 這樣亂亂的 它很難去把架構 或是資資內容 理清楚 你透過資資那個什麼 X版那種新制度 把它整理過 那這第一版喔 我覺得這樣還太囉嗦的 你要教孩子 或是你自己也一樣 應該要從一段話裡面 找出關鍵字 把它濃縮 讓你的資量 應該說訊息量降低 你就會記得起來 這是第一版喔 我們再看第二版 我在開第二版 好 第一版 這是第二版整理過了 來來來 我們看特徵 我整理的特徵 第一版的特徵呢 來 我們來看Word檔 特徵在這裡 它的特徵是什麼 這個就是它的特徵啦 一句話到這裡來 進到新制度 我們把它整理完 看起來就好一些些 對不對 能夠發光的 並不是喔 就是這句話 那這樣我覺得資料料 對一般的孩子太多了 我們看第二版 看特徵喔 來 不就一句話嗎 有發光器 有發光器官的甲蟲就叫螢幕蟲 如果讓孩子背這個 他會背得起來 可是你叫孩子讀這一段去考試 可能有些就倒了 那你把它轉換成新制度 這是第一版 所以新制度不是把文章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從來都不是這樣 你應該讓孩子把文章讀過 你也是要讀過 讀過以後你要去找它的關鍵字 重點架構在哪裡 這裡 那口語 特徵 主食 架構找出來 接下來把這段話 常常這段話 變成濃縮 這第二版喔 第二版就變這樣 你抓重點吧 蝦子漏漏漏 你就把這種東西抓出來 不是兜顆油 有發光器官的甲蟲就叫 就會被稱為螢火蟲 我還是覺得資太多了 我就寫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搞定了 還沒完 接下來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螢火蟲是屬於肉食性 它最常是叫蝸牛 你怎麼不只是寫蝸牛 肉食性蝸牛就好了嗎 是啊 那我們再看一下第三版 第三版我做了一些視影 來來來來 再看一下 這樣又更簡潔一些啦 這樣 會發光的甲蟲 這裡 然後呢 吃蝸牛 蝸牛是肉嘛 不用再講肉食性 還基本素養油 所以呢 你現在從一篇文章 這個整理完這一篇文章給它 看完以後 它後來變成這樣 你說看完它會不會背得起來 它一定背得起來 它一定背得起來 即使沒有辦法百分百背起來 其實大概百分之八成的知識 它可以理解 當然第一篇要教孩子 所以其實 我覺得心智慧很棒耶 如果你有系統在慢慢帶孩子 運用心智慧的方式來整理它的知識架構 它也會越來越棒 因為人 我再跟各位講一下我的效益 我在研究一些心環體 我一開始也是這樣 這樣做真的很慢 可是這樣做很紮實 今天我學完以後 過一陣子我會忘記啊 一年半以後我忘記了 我把這圖開起來 我就想起來了 所以為什麼我到現在 我昨天晚上還在做 X-Mine的心智圖的架構呢 我做的是Notion的筆記 我要知道它裡面有功能啊 你學過跟著做 一陣子就忘了 哇 又一個兩個小時影片 你要重看一遍嗎 誰有那個時間啊 可是如果說你有系統這樣整理完 那看 你要講一下 發光為了求偶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原始資料在這裡 加個落落長啊 來來來來 發光是為了求偶要做什麼事情在這裡 我想把重點寫出來就好 發光的目的 對啊 對孩子來講 發光原理有發光細胞 反應什麼 不過 不會過熱灼傷 那分佈在哪裡到處都有 只有南極洲沒有 這個就是我從心智圖裡面 從這裡面來這邊看看 這發光原理在這裡 對啊 有些太複雜了 太專業 不用去接受它 這裡 那這除了南極洲 人們都可以找到螢火蟲的蹤跡 除南極洲 寫在落落等 還是可能 我以前小時候 我也是這樣整句話 所以倍數覺得好辛苦 可是如果說老師給我這個 我看了我都很感動嘛 你剛剛講過 全世界都有喔 只有哪裡沒有 南極洲 他聽過 看完這個人再給他這個檔案 我覺得他考試大概不會超到哪裡去 這就是新制圖一個很棒的地方 新制圖從來就不是 複製貼上喔 我們要學習從一個影片 從我們知識架構裡面 把它的架構找出來 組架構這裡 那接下來要把看過文字 想辦法把它精簡化 結構化 條理化 那常常這樣訓練 以後他就越來越習慣這樣做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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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